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北京東奧開幕當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2022年美國競爭法 用意是要促進美國國內的半導體製造業 提升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力 並促進美國國內的半導體製造業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科技封殺圍堵中共 北京大學發表報告 罕見承認美中科技脫勾之後 中國的損失比美國更大 2022年2月13日 日本共同社報導 日本政府將防止最尖端技術 流向海外的經濟安全作為重要政策 警察部門也全面展開對民間企業 和研究機構的宣傳活動 東京警視廳公安部 由2021年秋天起 就大力展開面向企業的講座 負責該項目活動的警視廳參事官 曾田美希指 針對俄羅斯和中共的情報活動 具體介紹了警察掌握的手法 並舉例2020年一名軟銀錢職員 洩露公司機密資料案作為講明 曾田強調對方是以國家為靠山 接受過訓練的專業間諜 因此要求公司內部打造 易於諮詢的氣氛 並呼籲業界共享相關資料 根據日本警察廳 經濟安全保障對策官吉田知名介紹說 不僅是大企業擁有獨家技術的地方 中小企業也可能成為目標 他強調需要在全日本增強被滲透的危機意識 據報導 日本東京警視廳2021年1月設立專門小組 計劃2022年4月新增設經濟安全保障對策室 到目前為止 警視廳所主辦的說明會 總共有700多間企業和大學參加 大阪府警方和外資縣警方 也啟動了相關專門小組 美日科技合作近期的消息說 2022年1月29日 日本經濟新聞社報導 日本政府將與美國合作 針對預計在2030年左右 普及的新一代通訊標準6G 無人化技術 開始建立國際標準 共同防止中國企業壟斷 據報導 日本總務省最快在2022年上半年度 將在手機、通訊設備、汽車、無人機 和時鐘廠商等廣泛的領域招募企業加入聯盟 並想令在軟件等領域 佔有優勢的美國企業加入 在2025年度之前 將會實現名為原子中特殊半導體的技術實用化 原子中如感應器一樣工作 是實時高精確度 要它操作不可或缺的技術 如果將原子中設備 安裝在自動駕駛汽車或無人機上 又可以使用人造衛星的全球定位系統GPS一樣 遠距離掌握物體的位置和時間 日本總務省由2022年度開始 四年內將會向研究開發和驗證實驗提供部分資金 日本總務省屬下的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信息通訊研究機構NICT 更加考慮向企業聯盟提供特殊半導體的技術 2022年2月2日 歐盟委員會提出對行業標準系統實施改革 以確保歐洲的綠色和數碼產業的標準 不會被中共主導 歐盟委員會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宣布這項提議時表示 我們需要確保我們不僅是標準的使用者 我們需要成為標準的制定者 歐洲和美國在行業國際標準化的努力當中 一直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歐美電信業在國際互聯網和移動通訊發展早期的標準制定中 已經扮演關鍵角色 但是歐盟標準化機構的官員說 中共的崛起正威脅到西方世界 作為行業標準制定者的地位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量子計算 和下一代移動通訊領域的行業標準制定 2021年10月 中國華為公司副總裁胡克文 在一次演講中提到 中國在國際互聯網新標準 IPV6家技術體系創新上 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 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 韋樂平就指出 中國現在已經建成了 全球最好的IPV6網絡基礎設施 在現代的經濟中 行業技術標準被認為是 引領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標準的制定者 往往也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歐盟官員提到 面對中共的崛起 歐盟需要加快行動 和其他理念相同的國家 共同捍衛行業標準化的領導地位 和民主價值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根據這份新戰略草案 歐美也計劃使用共同資源 確保新創公司 知道即將制定的標準 同時依賴專家 來預測未來的技術發展 歐盟和美國也將會透過 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 TTC的定期開會 解決雙方合作怎樣運作的細節 近年來 因為中共積極遊說 國際電信聯盟ITU 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等重要技術標準設立機構 令歐盟和美國越來越擔心 中共的行動 將會令中國企業獲得更多競爭優勢 歐盟主管競爭事務的執委 維斯塔捷表示 中方較早前重新定義網絡的基本標準 令中共國有網絡服務供應商 對使用者如何搜尋網站 擁有更大的控制權 是北京當局在關鍵技術標準方面 帶頭和西方政府和科技公司 唱反調的例子 就事件針對中共帶來的挑戰 維斯塔捷強叫 歐盟希望盡快執行這項剛剛公布的新戰略 2022年2月4日 由美國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 以222票支持 210票反對的表決結果 通過由國會民主黨人力推的 《2022美國競爭法》 的回應 這一部分 內容長達接近3,000頁的法案 最終表決通過之前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在4日上午召開記者會說 美國競爭法 將會確保美國在製造 創新和經濟實力方面 保持領先地位 並且能夠勝過任何國家 根據美國競爭法內容 美國將會創立美國晶片基金 撥款520億美元 鼓勵美國私營部門 投資在半導體的生產等方面 授權450億美元 改善美國的供應鏈 推動美國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 法案包括對美國貿易規則的修改 目的是抵消中共扭曲市場的貿易行為 包括加強反傾銷規則 眾議院的《美國競爭法》 接下來 將會與參議院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 展開兩院協調 兩院的版本最終會達成一致 並在國會通過後 終會送交白宮 由總統簽署生效 2022年1月31日 北京大學國際與戰略研究所發表的 《技術領域的中美戰略競爭分析與展望報告》 報告評估了美中脫歐對資訊技術 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行業的影響 承認在美中技術脫歐後 無論在技術或產業方面 中國在大部分領域明顯落後 甚至陷入真空狀態 尤其是晶片製造 人工智能和資訊科技 以及IT產業更會面臨發展樽頸 報告稱中國只是在一些小領域 居領先地位 但好像IT產業 經過美中科技脫歐後 已經面臨巨大衝擊 而相對於美國的IT產業 就沒有明顯影響 尤其在晶片製造和人工智能關鍵技術上 已經形成脫歐共識 導致中國目前只是 剩下技術含量低或增值低的行業 和美國企業有聯繫 報告中進一步披露 中國頂級的人工智能領域人才 只有43%留在國內 而56%已經移居美國 至於整體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公民 就多達88%選擇在當地 只有10%願意回到中國工作 其中航天科技 是美中合作和互相依賴最少的領域 但在高度依賴商業市場的民航領域 中國仍然處於劣勢 核心零件仍然嚴重依賴美國和西方國家 報告中指出 無論是由橫向範圍 還是中向差距來看 美國技術實力依然全球領先 中國要自主創新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美國脫歐戰略 包括組建科技民主聯盟 令中國在科技上完全被孤立 增加中國 由其他國家入口關鍵零件 獲取先進技術和吸引人才的難度 報告並提議 北京當局應該選擇 國際合作和培養人才 縮小美中科技差距 據美國之音報導 2月3日 這篇題為《技術領域的中美戰略競爭》 分析與展望的簡報文章 已經在北大國際戰略研究院的官方網站刪除 報導引述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國商務及經濟高級顧問 兼理事會主席 金斯德的分析指 該報告雖然通過了北京大學 國際戰略研究院的審核 但是發表幾天後就被撤銷 反映中國學術界的看法和執政黨線路的不一致 科技和地緣政治問題分析人士 保羅·特尼諾也表示 北大這份報告的基本要點顯然是正確的 但是北京當局可能不希望公開推廣這樣的資料 美國塔夫池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麥克爾·克貝利 贊同北大報告作出的結論 貝克利說中國在出口市場 以及中共官員所說的 攬著條頸的技術 以及資源方面嚴重依賴美國和美國盟友 中國大約35%的經濟和國際貿易有關 而美國在這方面只佔了20% 中國就有大約70%至80%的石油、電腦、晶片、高端感應器和先進醫療設備 和90%的先進製造設備依賴入口 貝克利認為這樣給了中國的競爭對手很多可以施壓的痛點 經濟快速脫勾之後的前景對北京來說 可能將會是毀滅性的結果 以上節目內容是由大紀元專題報記者東方稿提供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